新时代新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持续进行 20号 媒体记者实地走访知名跨国企业强生总部 对话强生全球资深副总裁 中国区主席宋卫群 1985年强生进入中国 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之一 中国不仅是强生全球业务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 更成为强生的创新战略市场 2019年强生执行委员会宣布将中国定位为全球创新引擎 成为了第一家对中国市场的创新地位进行战略部署的世界500强企业 面临这个新时代 我们强生公司也适时地调整了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战略 那么更多是以中国研发创新本土化高端制造 来作为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战略这个主线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过去的过程中啊 在那个西安 那么在苏州 在上海以及广州籍一些这个城市啊省份啊 那么我们建立了我们高端的这个生产基地 那么我们也建立了我们端到端的这个研发中心 强生上海这个复化器 其实都是我们为了大力推动本土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策略 宋卫群表示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内生力 特别是未来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将为强生提供巨大给予 中国这个本身这个经济发展这个大环境啊 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中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大 这个增长的这个势头 势能也很强劲 我们中国的整个的工业体系非常非常完成 我们本身这个经济的内生增长的这个潜力很大 我们有14亿人口 那么我们有一亿的中产阶级 尤其是对我们医疗健康企业来说 国家有健康中国2030年的这个战略 那么随着这个老龄化不断的这个发展 尤其是这个中国老百姓 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的这个追求 给我们医疗健康企业 那么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成长机会 宋卫群介绍 中国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上 想企业之所想及企业之所激 这让强生对未来在中国市场的经营大有信心 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几年啊 在改善营商环境上面做出了这个大量的举作 尤其是2020年1月1号 外商投资法落地啊 给我们外商啊 带来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营商这个环境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政府的官员啊 非常积极 非常务实在这个营商环境的这个改善方面 在春节之后 大家其实都已经看见中国的这个工业生产 这个恢复的形势喜人 那么各级政府其实是加班加点的 在帮助企业 想企业之所想及企业之所及 我甚至在有的这个座谈会上面讲 我们有的这个政府真的把企业的事情 当成自己家的一个事情 跑前跑后帮着我们这个跑腿 所以我自己在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 这个整体的提高方面 我有很大的这个信心 也看到了这个积极的举措和行动